当时民警前往这个房间之后 没有发现房间里有人 然后也是 对 房间是空的 但是是有物品在的 房间里面有行李 但没有人 随后便衣队员 联系上报警的小伙何某 今天报警什么情况 闹着玩 举报什么 有卖银票商的 这次闹着玩 闹着玩 报警8120闹着玩 门人家穿紧 不是大家给你看了吗 用的这种声音看了吗 今天郭安峰去检交派所便衣 我穿警服还叫便衣吗 住在这个房间呢 就是何某自己 被带上警车后 他说谎报警情 是刷抖音视频时 突发奇想的 为什么说卖银票商呢 看抖音上 看抖音上 你还真会玩 看抖音上怎么了 派手会不会来找你是吧 今天二十几了 29 都29了你还玩 还玩到警察这里了 一定是不舒服 头脑发热 我干出了这种 当时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好奇心 你现在什么想法呢 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为绝对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给公安机关添乱 何某因谎报案情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9天 并处以罚款 1818黄金眼镜专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